各位錶民你們好 我們又回到第四集的《太愛錶》 想不到很快已經拍到第四集了 我們之前很高價位的錶有介紹過 比較便宜的錶有介紹過 今天又邀請我太太出場 你先介紹 說兩句吧 各位網友 你們好 我想問你拍到第四集 是否很開心有這個機會拍片 老老實實 就是因為你告訴我 你的網民喜歡聽 所以我才跟你一起拍 所以大家表明一定要在留言多多支持 我再轉發給他 給他看支持的訊息 他看到就會繼續拍 如果沒什麼聲音就算了 是不是這樣 未必有第五集 是啊 我坐在這裡爽了 好吧 拍得就拍 總之這是第四集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不同的品牌 例如Franc Muller 很出名 大家都認識 基本上不是錶迷都認識 然後又介紹過Louis Monet 比較少眾的高級手錶 上一集剛才介紹過Charrio 比較便宜的手錶 今天大家看到有這兩隻手錶 這兩隻手錶 錶面就寫著Delma 你認識不認識Delma這個品牌呢 不知道 之前不知道 你現在說我就知道 現在說我就知道 我還想說 如果Delma都認識的這些女士 真的可以娶得過 這樣的品牌 你什麼意思 我娶不到那個意思 Rollex 認識就一定可以 Delma也認識 應該有品味的 我相信 其實Delma這個品牌是1924年成立的 其實今年也是21 所以其實它連100週年慶祝都還沒有搞的 其實如果你在瑞士錶來說 其實是比較新的品牌 不過它出的潛水錶 就真的出得挺漂亮的 我自己也有 我也很支持它 今天想介紹一些女士的Delma手錶 我看到你戴著那隻也是降大錶來的 不如你給網民看一看吧 這個品牌你認識吧 這個品牌是服裝品牌 所以我一定認識的 好 或者你先除了放在那裡 好 OK 看開 是 蠔雅 算上你那隻 這三隻全部都是降大錶來的 我今集想多分享 你覺得女士錶很多時候是皮大錶 現在這隻是降大錶 你會怎樣看這兩樣東西呢 我這個人很喜歡方便的 還有我比較折劍的為人 很省家的 即和我有點不同 沒錯 和你很不同 我記得我自己賺錢買的第一隻錶 就是降大錶來的 因為那時候其實是學生 part time賺到的錢 都很有限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降大的錶 當時我記得那個錶牌子叫Focus 應該是日本牌子來的 很便宜的 那隻錶 為什麼我當時會選擇降大錶呢 我貪它方便 那麽呢 那麽呢 如果弄髒了 那麽呢 就洗一下錶帶便可以了 要沖水 然後用一些乾淨型 擦一下 這樣便乾淨了 那麽如果皮帶錶呢 那麽呢 那皮帶錶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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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 夏天的時候 一定會出汗的 那麽他吸汗 洗得多呢 那條皮帶 actually 臭味 那麽我很不喜歡 另外呢 就是他很容易慘master 又要換皮帶 那麽呢 也都是 換一次又要浪費錢 那麽那麽覺得 那麽考慮下 那麽記得我那麽 那麽那麽呢 自己賺錢買的第一隻錶 就是一只降大的錶來的 是啦 那麽這隻錶呢 那麽都是我買給你的 那麽那麽我覺得 我記得是疫情比較嚴重一些的 現在就算穩定了 那時候嚴重一些 然後我自己其實都是這樣想 如果我只是想買一隻鋼帶錶給你 這隻鋼帶錶也是100米防水 所以我就覺得平時你回到家要洗手 都不怕弄濕一隻錶 100米防水洗手一定沒問題 當然是看清楚的事 你說經常都要一些閃閃的鋼帶錶 它都有幾顆鋼帶錶 所以我記得當時就買這隻錶 鄭恩池也想趁今日的機會介紹一下鋼帶錶 這隻錶也不用介紹 大家都認識啦 踢開 你喜歡這隻錶嗎 喜歡也挺方便的 但你知不知道這隻錶多少錢嗎 不知道 好吧 一會兒再說吧 今天主要想介紹這兩隻的DELMA手錶 我相信大家對於DELMA的潛水錶就很熟悉 但女士的手錶又是否熟悉呢 我請我們先看看 先看看大小吧 這隻錶是32mm 好像比你那隻更大一點 厚度不太厚 約8mm 那這隻錶呢 其實我就感覺到很實正 你覺得怎麼樣 你感覺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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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鬥一鬥它吧 是 會有份量啊 我覺得 是啊 我以為是 本來以為是藍裝錶 不是吧 這隻藍裝錶 因為你看它的錶帶都比較粗 因為相比之下 我原本那隻錶帶 是比較幼一點的 它這個比較粗 所以令我有這樣的印象 會不會是藍裝錶呢 這隻一定不是藍裝錶啦 你見過它的藍裝錶 你就知道什麼叫藍裝錶了 這隻一定是女裝錶來的 我會喜歡這隻錶就是 首先這隻錶就是女士系列 叫做Elegance 而這個模特兒叫做Alba 我就看看Alba 為什麼呢 Alba 其實是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一個島的名字 原來這個島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Alba 這個島最有名的 原來就是1814至1815年 拿破崙第一次被人拉下台後 扔在島上 原來最有名的就是這件事 真的很可憐 這個島最有名的就是拿破崙曾經在那裡住過一陣子 即是兜貓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跟那個島有什麼關係 但是後來我看的資料 就說它的inspiration也有些拿是1950年代的建築的美學 就放在一隻錶上 所以你可能看到它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就像那些建築物 譬如你看一下它上面這個布袋和底 你看它中間其實有一條坑在那裡 是 是 對 它不是說全部都是一直放在那裡 就是好像三文字一樣 有這樣的設計 還有我想問女士喜歡不喜歡羅馬數字的黑度嗎 我自己就很喜歡 我覺得很優雅 很優雅 你想不想到另一個牌子是經常都用羅馬數字的嗎 又很典雅又很貴的 又不是Kartier 沒錯 所以就是了 懂不懂錶都懂了 Kartier就經常都是這樣 它用羅馬數字的嘛 是的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還有它的羅馬數字 你有沒有留意它的羅馬數字 它是放在什麼位置的 通常你的Kartier 就是在錶面上的 是的 它是在錶外面 它現在放在一個 Bezel那裡 錶圈那裡 嗯 真的很特別 是的 其實比如說 寶格麗也有在Bezel放自己的名字 它又有些特別 它不是放在錶圈裡面 而是放在外面 還有呢 它有時分秒 還有這個日子的convocation 有這個日期 平時用很方便 還有呢 就是好像它也有些夜光 我先看看 你看到嗎 是的 它其實是非常有夜光的 就是變成三針 日力 再加這個夜光 那當然就是很百搭的 因為它叫做Elegance 它都預料你晚上 例如去一些隆重的場合 都可以帶到的 那有夜光是否好些 才晚上出街 其實我覺得這支錶 很老實說 我覺得比較中性一點 是中性 男生大也可以 那要比較瘦一點 男生大也可以 女生大也可以 那要比較瘦一點 那可能它的手腕 就不可以七吋了 是的 你是五吋半 一會兒讓你試一下 一會兒讓你試一下 還有呢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錶面 是很多很密集的問題 看到嗎 是的 是的 其實這一個 在中標頁裡面 就是一個技術的 叫做Gillusche 當然是法文字 Gillusche 即是叫做基黑雕化 就是它將一個Pattern 很密集的用機器 去印在上面 叫做Gillusche 所以呢 它就不是說 只是一塊面 一塊過的 有些基雕的紋理 你看到 是的 Gillusche 很多 比如說 都不一定說很高級的手錶 但是它多些心思 它都會做這些事情 尤其是AP 很出名 當然是SWISS MADE 大家看到在下面 是的 那給它降帶 大家看看 我只是覺得降帶很實 而且它有Double Pushes 有蝴蝶扣 沒有做透 因為這支錶是一支 射影錶來的 你也說過很喜歡方便的 射影錶 是的 我最喜歡方便 是的 這支錶也有50米防水 你的Tag Hoer是100米 也有50米防水 降帶 其實我覺得 平時使用也挺方便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它 主要是銀色 但是它的羅馬數字是金色 錶冠是金色 然後底部的邊也是金色 所以它不會太軸套 是的 這些金銀色很容易出事 或者你上手試一試 好 你看 是的 是 是 是不是有份量 是的 很實淨 很實淨 是的 很漂亮 其實我覺得這支也挺優雅的 是的 還有 就算手腕 5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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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算你粗一點 也不一定是男士 比如說手腕粗一點的女士 但其實這感覺也很實在 放在手上就好像太粗了 一看 如果不斷看 對 相比我本身的錶就好像粗那些 但如果戴上手又不覺得它很粗 這件那麼有趣 是的 不是 你說得對 所以我經常覺得 如果真的要買錶 你真的要去試一試 因為 如果你不試就這樣看網上的圖片 嗯 其實有時會有點失敗 所以真的要自己試一試 嗯 是啊 好 給大家看看兩款 這一款就是白面 再加金色的羅馬數字 這一款就是黑面再加 我也不知道 是沒有什麼色的羅馬數字 即是沒有特別色 那讓你選擇 鋼的顏色 對 鋼本身的顏色 你會選哪一款 我會選這款 是不是也是這款 是的 我也覺得是 特出一點 對 所以一開始我只想著拿這款 後來想到不是 好像這款 特出一點 是的 因為它金色 沒錯 對 所以我兩款都拿回來 給你看看 不過這款真的可以男士戴 又是男士戴 這款只有32mm 我總是覺得OK 你知不知道我有些50mm 這款32mm其實是很小的 是嗎 是的 所以這款都 我相信 但老實說 我想男士也有些小的 有 你的手小一點 應該大一點 就好一點 如果這款錶這麼大 如果小的一點 就不太好 其實我今天也是帶著 DELMA的手錶 是嗎 是的 這款DELMA的 藍極版本 你究竟買了多少隻錶 不用一直說 總之我自己也有隻DELMA 這款是很大 4mm 這款 看看 最後 講完這麼多 怎麼都要講一講價錢 讓大家有些概念 無論是男士買給女士 或是女士買給自己 都要有些概念 剛才說 你是不是不知道這款是多少錢 不知道 那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4000元 你覺得 這些是不是真鑽石 來的 真珠沒有那麼真 我不敢買假的給你 你知道嗎 如果是真鑽石的話 應該要五位數字 是 定價一定是超過五位 對 你想一下 鑽石也有大顆 雖然不是最大顆那些 那你買的時候呢 是 那買的時候 其實都是五位數字 如果這款是五位數字 你覺得這兩款大概是定價多少呢 五位也有頭還是尾 是 那應該是五位數字 是 這款 定價應該是五位中以上的 應該是 是 那你一定是便宜一點的 買的時候 那一定是 那你覺得這兩款大概 你給它什麼價錢呢 這兩個呢 因為沒有鑽石 沒有鑽石 都是石英基森 五十米防水 那應該是四位數字 沒錯 那這兩款是四位數字的 其實呢 很難猜 對 我覺得挺難猜的 對 那這兩款其實定價呢 就是四五千元左右 哦 那也挺划算的 是不是 四五千元 說實際上 說實際上 買Delma 如果買開的標 其實都知道 基本上 起碼都是七折的 基本上 那你如果五千元 七五三五 其實這些標 應該是 我想你二三千元左右 的價錢 它OK 不會很便宜 是不是OK 對 是不是有划算的 我也覺得便宜 真的很便宜 沒錯 因為你剛才說自己 什麼便宜 便宜正 那些 不是我自己便宜正 我是很省價 是 你喜歡便宜正 那些 其實你都感覺到 它的降水 其實說真的 這隻應該是重來的 那隻 它是再實 重我不代表 不知道是否一定代表 是實正 不過它的質感 完全不舒適 你可以 你抖一抖兩隻 你抖一抖 是不是 是啊 很實正 是啊 其實它是很實正 它不是說 你說二三千元 其實它應該不是二三千元 就是四五千元 就是定價 它不是說 這個定價 你就覺得 嘩好像很輕飄飄 那不是 非常實正 當然 它做了潛水標 一定不會差到那邊 是 一定不會差到那邊 那 這些標 這樣的價錢 可能你當三千元 你自己都會考慮的 就算不是別人買給你 你自己都可能會考慮的 嗯 嗯 我覺得我會買的 如果 是的 因為都挺划算的 對 都挺划算的 其實 也挺漂亮的 其實真的不錯 這隻很優雅 而且它在標圈那裏做些浪馬數字 就不是每個牌子都會有這個設計 嗯 是啊 那好吧 我想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 好像剛才我太太說 如果標迷看完是開心的 喜歡的 都給多些comments 就是讚一讚它 我怕它如果沒什麼讚 那我以後很難找它拍 它如果不幫我拍 那我就要自己和自己拍 《太愛標》這個系列 繼續 那就很養碎了 是嗎 OK 你快點呼籲別人 快點 其實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不想令你的網民失望 拍了兩集之後就沒有了 OK 現在拍到第四集 希望之後會繼續拍一下 有空就拍一下 OK 還有希望大家留言 看看大家有什麼留言 支持一下 OK 好 那今集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拜拜